这一起土崩意外再度敲响了我国工地的安全警钟 宾州首长曹关友就说 这一起土崩事故相信和连日来的降雨天气有关 土崩现场目前仍然不安全 州政府认为有必要进行加固以稳定土石 另外首相敦马哈迪也对这起事件表达关注 敦马说山坡树林被大量砍伐 就会导致土崩的风险大大提高 因此在动工之前必须做好环境勘察研究 槟城在发生土崩意外夺走好几条人命 首相敦马哈迪也表达关切 他今天在佛罗交易巡视风灾后重建的房屋时说 一旦树木遭到砍伐 土石就会裸露 只要下雨就会形成泥浆 进而引发土崩 因此他说 任何开发计划都必须做好环境评估 随意砍伐森林就会导致土崩经常发生 另外宾州工程及基建委员会主席在里尔则透露 出事的工地其实早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接获停工令 州政府非常重视这起意外 将彻查承包商是否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彬州首长曹关有则表明虽然事发工地已经被令停工 不过现场的土质依然不安全 州政府认为有必要展开加固工程 对于槟城短短几天内相继发生两宗工地意外 草官有说从表面上看 龙维土崩相信和降雨天气有关 他表明现阶段没有必要设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土崩原因 但承包商和工程师都必须针对意外 承交调查报告 NTT7中科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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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